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跟IKEA團隊合作就把童話故事帶進台北市裡面 或許你可以想像爸爸媽媽帶著孩子 到了迷宮裡面媽媽這時候突然變成野狼 爸爸可能要裝扮成老奶奶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到了歲末年中的時候 互相祝福的一個歡樂的場景 這個迷宮我很喜歡 因為它裡面會產生一個迷藏 所以你進來的時候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 會有一個溫暖的互動 其實家到最後是聚集在一起的一個最重要的重心 這次是在一起的一天 我會感到一天 因為你會感到的地方 我會感到一天 在一起的一天 我會感到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